校游这个概念是有一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来自于左传 我们来看一下 郑伯校游 其已将有救 这句话很简单哦 说的是郑伯这个人啊 他在校游呢 然后呢 他也将会救游自取 那个时候快到了 这个评价 所说的郑伯 是春秋时期的郑立公 郑立公他笑的什么油呢 当时周王朝 周慧王 即位了以后 他的叔父 跟传说当中的 五个大夫关系很好 这五个大夫呀 在周慧王即位的时候呢 跟周慧王 不是一股劲 跟那个叔父一起呢 无法无天 什么都敢做 这时候周慧王 就想严厉地管理一下 但是他采用的措施是什么呢 他削减了一个大夫 他的花园 把这个花园 收为王室所有 他也拿过来 一个大夫 他的私宅 把这私宅 拿来做王室所有 他派人 到那些大夫的 动的庄稼上面去 强行地收割 这样一种强硬的做法 更惹得这些大夫的不满 怀恨在心 周慧王即位的第二年 大夫就起兵 反抗周朝 把这个周慧王赶出去 然后攻占了都城 拥立周慧王的叔父 王子豹来当王 这个时候呢 周慧王呢 就向郑立公求救 郑立公开始是斡旋 斡旋是不能成功的 于是呢 就把周慧王接到 这个郑国 王子豹 占领了周王朝以后 非常的开心 为了感谢这五大夫 就天天设宴 歌舞升平 那么这件事情呢 在郑伯看来 也就是郑立公看来 他觉得是很不好的事情 他就去见国书 他见国书 跟国书说 他说王子豹呀 现在那么样的 天天歌舞升平 社业那么奢华 他真的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悲哀 什么时候该高兴 他实际上 是在把该祸患的事情 当做一个该高兴的事情 来做 他把周慧王赶跑了 这件事情 是祸害最大的事情 他居然能够 用歌舞升平的方式 放肆地去渲染它 大肆地去欢腾它 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他应该要想到悲哀的时候 应该要想到忧患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 这个做是不对的 这个时候国书呢 觉得他说的非常对 说我也是这么看的 于是他们就开始步兵 联合诸侯各国 起兵的时候呢 郑立公他就带着周慧王 从都城的南面进城 去攻打 然后国书呢 就带着兵 从北边进城 去攻打都城 这样的南北加和 把这五个大夫 也包括王子腿 就把他们杀掉了 然后 这个周慧王呢 又复位了 复位了以后 周慧王就奖励 这个郑立公 把很多的城池奖励给他 因为获得了这么多的城池 郑立公十分的开心 非常的高兴 他忘乎所以 就摆起了答谢的那些宴席 而且出众资 引进那些乐师 唱戏 奏乐 这样的事情呢 也连续了好几天 他非常的高兴 庆贺 这个时候呢 周慧的另外一个大夫 叫袁伯的 他看到郑立公这么做 他觉得 这个郑伯呀 这个人啊 他现在做的事情 就好像他当初 在说王子腿的 那个事情是一样的 所有他就说了 这是校友 郑伯校友 那么他笑的是 本来前面那个王子腿 就歌舞升平 来庆祝 他怎么打败他的侄儿 怎么把他赶跑的 庆祝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那现在呢 这个郑伯 他扶着周慧王 又复位 这个呢 用歌舞升平 来庆贺 这个叫做校友 所以校友的故事 是这样一段历史 是这样一段历史 这边有什么 感谢观看